逆經故事 家人九五 徐文帝 讓貌客人統一亂世 家人九五 王假有家 密率 吉 王 虎穴 代表權力 一方領導人 假 人拿著器具除石 隱身借助 有 手拿著肉 持有 擁有 家 家裏面有公諸 隱身有生殖能力 即是家庭 密 刀上面沾血 隱身不要這樣做 蜀 心裏面滴血 隱身憐憫苦術 吉 以肉製治 讓貞吉祥 意思就是 領導人借助家裏的力量 不作出憐憫苦術 是吉祥 徐朝開國皇帝 徐文帝 楊經的故事 可以解這支牛的牛耳 楊堅 541年7月21日 到604年8月13日 先卑化漢人 小智 拿狼兒 先卑名 普陸如堅 徐朝開國皇帝 掌權之後 恢復楊氏 開王元年510職位 仁壽4年604年 在仁壽宮離奇去世 始在 楊堅出自關中高門雲龍楊氏 自稱東漢太衛楊鎮十四歲孫 四世祖楊元壽 被北藝任命為武村鎮司馬 父親楊宗 跟隨北周文帝與文泰 起義關西 恩公賜聖普陸如是 官至儲國 大司空 封徐國公 死後追陣太保 前輩小學四大家 陳仁格就考證 楊堅家族 可能是山東的韓族 雲龍楊氏 應該是屬於危託的 北齊和北周時期 尚臣貴族 一度而衝於鮮卑化 和西湖化 楊宗附著北周文 王與文下有功 是西藝十二大將軍之一 次湖姓普陸如 西藝大統七年六月 攜醜夜 五四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楊宗妻子女虎徒 在逢逆波野子 删除楊堅 據講當時 止氣沖庭 徐書記載 楊堅樣貌 仁龍含 即額頭突出 額上有五柱入頂 即五個龍的部分 由額頭直插到頭頂上 目光外赦 即目光西利 咄咄逼人 有文在守若王 即掌紋形似王字 長上短下 上身長下身短 深沉嚴重 即喜怒不形於色 呂虎徒抱起嬰兒時 發現頭上有角 身上長輪 又怕又怕 將嬰兒趴在地上 在河東尼的比丘尼 至先撿起嬰兒 和女虎徒說 將楊堅帶去寶館 親自撫養 楊堅在寺廟中 素衣素食 養成崇尚接見的性格 一動到十二歲時 才回家 幼年的楊堅 深沉小言 阿米亞太學那陣 即使是很親密的人 都不敢棄弄他 北周武成二年 五六零年四月 宇文戶總立宇文雍職位 是北周武帝 楊堅任小公伯 將謂隨修事史 進為大將軍 後來調任京城 齊王宇文憲 偷偷地和周武帝說 普陸如堅相貌非常 神會見之 不覺自失 恐非人下 請早除之 北周武帝問著名 楊堅是帝王之相 就這樣說 楊堅這個人比較可靠 皇帝任何做將軍 帶兵打陳國 這樣就不會有 攻不下的情況 北周武帝 請清相家趙超 偷偷地和楊堅看相 趙超和楊堅的交情很好 他這樣說 皇上不用多慮 楊堅相貌很平常 沒有大虎大貴之相 最多都是做將軍 趙超靜靜地和楊堅說 公當為天下軍 必大諸實而後定 善忌匹然 即是說你一定會做皇帝 但要經過大屠殺才能坐穩 一定要記住我這句話 內使皇鬼勸諱北周武帝 除去楊堅 北周武帝對來和和趙超的說法 深信不疑 這樣說 如果是天命所定 有什麼辦法呢 楊堅感到身在帝皇邊 如同伴虎眠 行事小心謹慎 高光養晦 在媽媽身邊 事實三年 奏夜不離左右 都稱其唇孝 不奏權臣與文戶 想錄落楊堅為心腹 楊堅請下父親楊宗 楊宗這樣說 兩孤之間難為父 與其密枉 意思就是楊氏孝宗皇帝 不可以在皇帝和權臣之間 首鼠兩端 楊堅拒絕以文戶的要求 以文戶多次想謀害楊堅 好多大將軍後博 後仇等人保護 才得以恨念 天華三年 五六八年 楊宗寫之後 楊堅承襲徐國公著衛 威 娶了大將軍獨孤姓的女兒 獨孤家羅為妻子 北周武帝 聘楊堅長女楊麗華為皇太子妃 對楊堅更加禮重 孫政元年五七八年六月 北周武帝寫之後 太子以文溫職位 是北周孫帝 楊堅長女楊麗華為皇后 楊堅晉身為儲國大將軍大司馬 北周孫帝制定仍經聖制 反而極其嚴苛 楊堅認為不是教法約束神明的好方法 向北周孫帝強烈進監 北周孫帝不聽 楊堅的地位和威望日益壯大 北周孫帝自幼身在宮入面 職位之後 吳問朝政沉溺酒色 滿朝民臣武將都感怒而不感言 北周孫帝不聽忠臣圈高 覺得做皇帝不是太稱心如意 大成元年五七九年二月十九日 北周孫帝下召 除非六歲的長子宇文展 即是楊麗華的兒子 楊堅外孫 是北周靖帝 改年後為大將 大將二年五百零年五月二十四日 北周孫帝天德殿病世 時年二十二歲 四號孫皇帝 周定閉派楊堅賈黃月 左大成相 楊堅施政寬和 楊堅嚴可法令 功身折劍 天下人心歸父 大將二年五百零年六月 北周眾臣縮將 上周總管屈池景 吳會以楊堅善政 舉兵東下 被楊堅出兵打敗 北周大定元年五百零二月 北周靖帝以楊堅眾望所歸 下召蟬 楊堅三躍而受天命 自上府常服入宮 被禮於林剛殿職位 定閣號為徐 改元開皇 是徐文帝 大四天下 獨孤家羅納為皇后 王太子楊勇為皇太子 北周靖帝為戒國公 五月 楊堅派人害死北周靖帝 師傲靖帝 葬在宮陵 開皇二年五百二年 徐文帝楊堅以長安城 凋零日久 在城東南龍守山 創建大興城 城裏東西義士 東士叫都會 西士名利人 成為最大的商業都市 徐文帝禁起之前的 弊際混亂 駐造標準5G錢 禁用股錢或集錢 採企州設施 照景鎖定的銅鬥鐵尺 斑行全國 統一道兩行 開皇三年五百三年 特決大舉藍侵 徐文帝禁擊敗 大修長城 加強防禦 離間分化 促使突決分為東西兩步 東突決部 啟文可憨 清神內富 上徐文帝專號 聖人莫言可憨 二知就是聖賢 父後的君主 是中華天子兼義族國軍首例 開皇七年五百七年 九月十九日新紐日 徐文帝廢西梁後主 蕭忠西梁王 徐文帝開創科舉制度 國州稅共三人 應考秀才 開皇九年正月二十日 甲新日 五百九年二十日 陳朝將領任中 隱行勤苦攻入健康城 捉住陳叔保 陳肖滅亡 陳叔保同父義母的妹 是南朝神宣弟 陳航的女兒 被配入疫庭 徐文帝結束西日 與民泰鮮卑化政策 將被改為鮮卑性的漢人大臣 虎兵將領 和他所屬的虎兵 恢復抗性 規徐九分中政制 改為五省六曹制 其後改為五省六暴制 徐初經歷南北朝長徑專練 民生疲敗訓苦 楊堅致立司馬蘇威的建議 霸鹽酒專賣和入市稅 其實多次減稅 減輕人民負擔 出進國家農業生產 穩定經濟發展 徐文帝和皇后獨孤家羅 關係很親密 徐文帝上朝一陣 獨孤家羅同年而進 治國為止 後退朝一齊反攻 同吃同樂同寢 獨孤家羅並是生活健博 不豪華麗 專喜讀書 適達古今 徐文帝自證稍有不妥的地方 他就忠心苦勸 同徐文帝以來國家大事 看法往往不謀而合 公中稱為異性 徐文帝認為 如果皇者一母同胞 鬥鬥的心就相對弱化 減少奪滴之真和真寵公鬥 徐文帝發下重勢 保證不會和其他妃嬪、妾士、雨露軍殲 五個兒子和四個女兒都獨孤家羅所生 有一次徐文帝叫屈慈景的孫女 屈慈士有美色施行了她 獨孤家羅趁徐文帝上朝一陣 殺死屈慈士 徐文帝一棄之下離家出走 兩後期後和好 陳叔寶同父義母妹得到寵刑 史書記載陳氏 聖聰慧知貌無雙 徐文帝晚年難俗大臣 對繼位人選搖擺不定 進王陽港拉隆權臣楊素 趁機興風作落 徐文帝先是遠禁三子 徐王陽俊 開皇十二年 六零零年 十月初九 太子楊勇 扁為書人 十一月初三 改立赤子楊可為太子 負責開館廢太子楊勇 人壽二年 六零二年 將四子屬王陽秀 扁為書人 人壽二年 六零二年八月 獨高家羅病逝永安宮入面 中年五十九歲 葬在泰寧 陳氏 尊偉為貴人 掌管後宮事務 六宮入面 無人能與他相比 拜為孫華夫人 蔡氏得到寵刑 拜為貴人 參斷公益之務 地位和陳氏相當 加號容華夫人 人壽四年 六零四年 徐文帝患病住在仁壽宮 照楊廣入住大寶殿 楊廣寫信 派人信出去想問楊素怎樣處理 工人將楊素的回信錯誤 傳到去徐文帝的寢宮 長大見到之後很生氣 天亮時 孫華夫人出去跟衣 被楊廣逼迫 孫華夫人拒絕他得以脫身 犯到去徐文帝的寢宮 長大見他神色有意 問是甚麼原因 孫華夫人哭著說 太子無禮 長大很生氣 這個畜生 為何將國家大事交付給他 獨孤士誤了我 叫來柳術原來跟他們說 召見我的兒子 柳術等人要叫楊廣來到 長大跟著就說是楊勇 楊宋知這件事之後 告訴楊廣知 楊廣假傳徐文帝旨意 逮捕柳術原岩 關入大理辱 隨後徐文帝在大寶殿駕崩 在位23年 中年64歲 廟澳高祖 少民皇帝 徐文帝薄葬在泰寧 出殯那天 在大興城到五泉鎮皇上村 泰寧芳然百里的百姓跪於道旁 痛哭流體 如喪巧批 歷史展示記載 泰寧高約30米的封土 全部都是百姓義務運來的 一點點堆砌而成 百姓運了各種工具運土 沒有工具就用衣兜用鞋 成土 表達對陳文是敬重的心意 五全真百姓 世世代代代 常是泰寧義務首寧人 人壽四年到04年7月21日 陽港擊衛 視為徐陽帝 徐姬下召楊勇自殺 楊勇拒絕服毒 遭到魏撒 徐朝謹傳兩帝 各造三十九年 美國學者 麥克爾·H.哈特 歷史上最有影響的一百人 兩個中國皇帝入選 秦始皇名列第十八位 徐文帝名列第八十二位 匈奴強大一陣 經常收拾蒙古族祖先室委部 徐文帝打到匈奴落方而逃 成吉思項室部得以發展和壯大 稱呼徐文帝為蒙古人的大恩人 不必歷路過陝西那陣 遵成吉思項之命 去到太陵前面三季九拜 大禮祭拜徐文帝 太陵圍園咸陽城西75公里柱 三時園上 同一封塔下面有兩個地宮 分別葬徐文帝陽堅和皇后獨孤家羅 滿清港陣份並且修善 改名為太陵 1996年12月19日 國務院公布 太陵是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